红烧大鸡腿怎么做?肉质鲜嫩入味又好吃 接下来大厨教你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冷水下入新鲜的鸡腿 下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开锅用勺子撇进水面漂浮的浮沫 锅中的水完全开锅以后 把鸡腿飞水三分钟用漏勺捞出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八角三粒,白纸三片 下入切好的葱段和姜片 把香料和葱姜一块炒出香味 下入花椒一把,香叶八片 炒出花椒和香叶的香味 烹入一碗红烧酱油 用热油把酱油完全的激发出酱香味 锅中下入适量的清水 下入飞锅水的鸡腿 下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盐的料一定要下来足一些 下入胡椒粉去腥增香 下入半碗炒好的糖色 锅中的汤汁完全开锅以后 把鸡腿煮至25分钟 煮至时间到以后关火 一道非常美味的红烧大鸡腿就做好了